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远航,将古老的东方文明和牧林友好的情谊,传播到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六百年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为护佑海上商船交通安全,驰骋万里,涌斗海盗。 护航十年,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成功守护了一千一百九十余批次,六千六百多艘中外船舶。 亚丁湾海域,常年海盗活动频繁,多次发生劫持暴力伤害船员事件。 家之所处的地理位置,中年高温,高湿,高盐,自然条件十分艰苦。 护航编队在海上面临着反复不定的恶劣天气和狡猾凶狠的海盗的双重考验。 护航十年,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共驱离两千批次疑似海盗袭扰。 成功解救、接护和救助了七十多艘遇险中外船舶,抓获了三名海盗。 无论面对多少危险和考验,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始终能连续作战, 持续保持背护船国和编队自身两个百分之百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